澳大利亚也兔有多狂 一百亿只怎么吃都吃不完 兔子承载有多可怕 大家都知道袋鼠是澳大利亚的国宝 但是澳大利亚最多的动物却是兔子 萌萌的兔子在土澳就如同灾害一般 密密麻麻地走在街上 肯食草皮如同蝗虫过境一般 然而澳大利亚原本是没有兔子 这种现状还得从18世纪的一场狩猎说起 18世纪 有个英国农场主托马斯奥斯汀 来到澳大利亚发展 为了满足自己的狩猎爱好 其中包括12只学兔和5只欧洲野兔 可能它的打猎技术确实不咋地 就这几只兔子还硬是没打过 可谓又菜又爱玩 结果一百年后 澳大利亚的兔子就高达一百亿只 在土澳这片土地上 兔子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的繁殖能力有多强大 兔子有两个子宫 孕期为一个月 这两个子宫都可以在怀孕期间受孕 也就是说如果够努力 兔妈可以生下不同年龄的两胎宝宝 每胎为二到七只 一年能生六胎 四周后孩子就能独立生活 八个月就能结婚生子 而澳大利亚作为海洋上的大陆 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系统 目前食肉的原住民只有澳洲野狗 兔子没有任何天敌 二十年后 兔子的数量就高达千万只 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后院 兔子成灾自然没得到关注 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初 兔子的数量就达到了一百亿只 也就是说 当时全世界的人一人可以分到五只兔子 这些小家伙们特能吃 吃草也吃嫩枝 有时种子树根甚至是树皮 都逃不过它们的魔爪 极大的影响了澳洲畜牧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人终于坐不住 开启了好事百年的人兔大战 我们接着看 澳大利亚打了百年人兔大战 结果外来的野兔没控制住 反而灭绝了本土物种 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十世纪初 澳洲泛滥的兔子高达一百亿只 本用于养羊的牧草被吃光 澳洲人终于坐不住 开始召集猎手捕杀兔子 但是兔子的数量实在太多 根本杀不完 兔灾进入了畜牧夜区 开始跟牛和羊争夺草地 眼看杀不光这些兔子 澳洲人又开始使用围堵的方式 在牧场区围上一圈炸了 但是这些兔子不仅会跳 还会打动 澳大利亚土质疏松 草原因此变得坑坑洼洼的 本身稀疏的植被被这么一挖 就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 据统计 这些兔子导致的生态损失高达数千万 于是栅栏越修越高 兔子也越跳越高 甚至现在在澳大利亚 还有一条从南到北长达 1500公里的防兔炸 眼见拦不住杀不完 为了遏制兔灾 澳洲人想了个新招 他们打算引进兔子的天敌帮忙 首先是狐狸 可人们很快发现 狐狸来到澳洲竟然不吃兔子 反而开始偷牧名的绵羊 这还得从兔子的习性说起 这些引进的欧洲野兔学兔 奔跑速度非常快 直线奔跑速度达到60千米每小时 甚至还会游泳 狐狸捕食兔子的难度过高 最后肥美多只还跑不快的绵羊 成了狐狸的菜单上的首选 没办法人们只能连狐狸一块猎杀 人们反而开始猎杀自己引进的狐狸 而更为遗憾的是 在这场猎杀中 带狼还因此灭绝 因为形似狐狸 且有着杀羊魔这样的称号 带狼被当地居民仇恨 被有组织的猎杀 作为土傲上的特色物种 带狼将幼崽生在自己的育儿带中 一个有用的都没有 还导致了当地物种大幅减少 鉴于猎杀不管用 有些人则建议澳大利亚 引进中国的兔肉食谱 什么麻辣兔头桂花兔肉兔肉火锅 当地人学着吃肯定能吃绝 或者便宜送到四川 也能直接解决问题 但实际上兔灾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我们继续往下看 澳洲兔子泛滥成灾 政府直接采用生化武器 结果为何还是输了 在20世纪初 兔灾依旧十分严重 澳洲政府刊打了百年的人兔战争无果 就开始研究生化武器 最终在1950年 生化学家们研制出了一种 针对兔子的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通过蚊虫传播 而且只对兔子有效 这种阴招确实起到了效果 不出半年兔子的数量 就被控制在一亿之左右 可怎想到高一尺摩高一丈 兔子们很快就产生了抗抗 研究人员花费数十年研制的病毒 很快就没用了 然后没过几年兔子的数量又变回来 但澳洲人们没有气量 在21世纪初发现了一种 出血性疾病病毒 这种病毒对兔子的致死率高达80% 很快澳洲大陆上竟是兔子的尸体 这种病毒更为复杂 多年来都能有效地控制兔群的数量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兔子仍然是顽强地繁衍了数代 最终还是进化出了抗体 所以未来澳洲政府想要控制兔子数量 就得源源不断研制新的兔子病毒 说不定之后还能进化出什么超级兔子 现在澳洲的兔子问题依旧存在 百年的人兔大战 耗费了土澳大量的人力物力 最后没办法 澳洲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你可能会想 这兔子这么厉害 为什么没有在其他地方泛滥 首先兔子是因为天敌太多 自己成活率过低 才进化出了恐怖的繁殖能力 而澳洲土壤肥沃拥有大片草原 当地肉食动物也没有捕食他们的习惯 天时地利人和 这才造就了兔子成灾的画面 你在澳洲可能看不见袋鼠 但兔子一定是能看到 在当地开车遇上兔群过马路 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由此可见生物入侵的严重性 作为入侵物种 哪怕是可爱的兔子 也可能造成千万的财产损失 所以在面临外来物种时 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随意放生 看到不认识的生物 要及时上报 说不定 你能阻止一场横顿事迹的大灾难